好了我们这会去看一下那个车 刚才师傅说那个转向球头已经修好了 然后现在再测试一下 它转向球头修好以后 要测试一下翻样盘跟那个轮胎值不值 现在装已经装好了 小仙 他们小仙 你干啥呢 你在这干啥呢 要去下面看 现在这个球头已经装好了 那个杆也换了一个新的 我们就是换了一个这个 它这个 它现在这个是看 它是框框的能冻的 软了 里面应该是平了 对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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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问题 给他换完就好了 然后师傅现在开车去试车 大家去测试一下 测试这个方向正不正 正然后不正回来接着调 大家把这个方向等着调准 因为错一点的话 然后行驶中就容易跑偏 好了 现在师傅把车开回来了 现在已经全部弄好了 然后我们那个 下去看一看 这边有个楼梯 就从这边可以下 那边下不去 这边给你们看一下车的底盘 是啥样 哎呀我去 换好了 我们换的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东西 换的就是它 那边有一个 这边换了个新的 就这 之前这个是一动 它会左右的 它这个有点框框框的晃动 这样的话它就容易磁胎 现在换好了就没有问题了 整个车底下 还行 没有啥问题 整个车底下 也没有磕碰 底下都是 这个烟筒啊 水箱啊 全都是圆圆润润的 也没有被石头磕到过 总体来说 整个底盘还算是 可以 我们现在一会儿要去 这边改装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的房车的那个 这个地方 这是我房车的踏板 踏板回头 把它这里做一个箱子 把那个掏空 这样的话我上车的时候 我那个放鞋子 直接可以放在这里面 因为这个地方 它空着就浪费了 这样把它做出来 回头洗机 让它给我做个下水 直接从上面下下来 好了 现在没啥问题了 也没事干 这些都是水路 这是水箱 这些水箱 烟筒 好像弄错了 这是个油箱 这是油箱 水箱是后边那一大个 最最最后边那边 很大的一个地方 那是水箱 我就说这里装不了那么多箱 这只能装七八十升油 油箱 好了 我把车倒出来了 肉哥他要把他的车开进去 去修他的车 他坐在那个线还没弄完 然后把我的车 先开到外边去 把车停到这吧 要暂时先停到这 你坐好 摔了一下自己老实了 趴这了 还把它不扣得紧紧的 跟小爪子 还把它扣得紧紧的 坐好坐好坐好 一会就掉了啊 摔了啊 摔了自己负责啊 不赔医药费的啊 看一下 有了这个自行车架 倒车的时候都得注意点 还能再倒一点 好嘞 小心下来 要把钥匙拔了 来 胡萝贝下来上厕所就 行了可以了 这一换好 他就放心了 哈喽大家下午好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吃晚餐 今天就剩我一个了 四月也走了 肉哥刚发信息说吃晚饭了 现在已经下午的六七点钟了 今天晚上吃啥呀 出去看吧 随便吃点 早上我们在这边吃这个豆花面 就发现这边有一个豆豉油渣火锅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尝一下这个 因为他家的生意特别特别的好 人也特别特别多 好了 我们今天到晚餐 豆豉火锅 很快就开锅了 现在开始下菜 他往里面下了 原来他这个肉下边是菜 哇塞 碳了很多 碳了很多是吧 对对对 实际上 这个也很好吃 油面筋 我感觉到贵阳的这个 全倒 分量 啥会变得这么多了 原来他们没样菜 煮菜下边都有什么菜 哎呦哎呦 来啦 我拿这个 来啦 豆豉 在贵阳无论吃什么 都要有一个小蘸料 好了 开车 豆米火锅 不是 豆豉火锅 明天咱们吃豆米火锅 哈哈哈 有点味儿的火锅 这是 嗯 吃着还不错的 是吧 味道挺浓郁的 嗯 吃起来没有那个彻彻的味道 哦 这五花肉 这么大片 然后再把它放在这里面 蘸一蘸 这样一片肉就好了 嗯 香 好了 我们现在吃饱喝足 我去剪个头发 四月说我头发长了 不过确实一看也确实是长了 然后在这里剪个头发 去西藏之前都不用再剪了 刚好在吃完饭 对面有一家 千丝千盛 吃饭 我还是会闹着 喝 吃饭 就ại饭 吃饭 吃